一些flute,一個chello,一個keyboard 是similar成一個orchestra 很厲害 誰來的那些女生在哪裡 我以前沒有聽過 她的名字叫Tartian Russian name 美國的名字 很高 西班牙語 在西班牙語 所以很可能是 每周來的 大家可以打理的聖經 去到二塞書53章 剛才她開始的時候 有讀的一節聖經 二塞書53章 應該很熟了 一段經文 五十三章 二塞書53章 其實聖傳都很熟 幫我們讀第五節 她正確唱之前 她都是讀同一節聖經 二塞書53章第五節 哪知她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她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她受的鞭傷 我們得意志 那 我們都認為 當耶穌走在這條 苦難的路上 就是正正應驗了 二塞書53章 主耶穌前千幾年 所預言的一段 一個情景 她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她的刑罰 我得平安 因她的鞭傷 我得意志 而這個鞭傷 是名符其實 你不得坐下來 她的鞭傷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是在彼安哥的士兵的手下 主耶穌的確受到鞭傷 那些士兵將那個 由那些經濟屬積成的鞭圓 壓到耶穌的頭上 那些刺 是刺到入她的骨裏 然後耶穌披上 那些士兵 嘲笑她的紫色的房 即是被黃帝 有時是黃粥才能穿起 所以他們一直是這樣 嘲弄耶穌 直到他死在十字八十 那我們今天這段經文 我們回去看福音書 所記載到 關於這條 VIA DOLA ROSA 的一些 多少的細節 我們去馬可福音第十五章 馬可福音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三節 馬可福音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三節 找到沒有 找到之後我們一起去看好嗎 马可福音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 冰冰冰冰冰冰把耶稣带进衙门远里 丢齐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纸袍 又用荆棘偏作冠冕 给他大上 就听喝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 又拿一根位子打他的头 吐错没在他面上 屈七败他 弃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纸袍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丁十字架 有一节 有一个鼓励内人西门 就是压力山大 老老父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讨备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着耶稣 到了各各他地方 各各他翻出来 就是足留地 那抹药 调和的酒 给耶稣 他却不守 同样的经文 差不多是 我们可以找到 在马太福音 27章27到34节都是一样的 我们暂时就不读那个字 因为记载的东西基本一样 我们再看马可福音 和这一章 42到46节那里 还有一个后续 这件事 我们skip了中间一段 到了42节 我们一起读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 的前一日 有阿里玛泰的药室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猜疑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伯夫掌来 问他耶稣死了 狗不狗 竟从伯夫掌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厮守 刺及约室 约室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又细麻布果好 安放在笔石中 作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开一块石头 来挡住墓门 抹大拉的玛利亚 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都看见他安放的地方 大家想想想想看 我们刚刚读这段圣经 伯母 全体内有记载的道理 是一段路程的 中间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那個是暴風雨來臨之前 那幾個小時的時間 這裡有提到有些什麼發生過 我們可以很快綜合一下問 有提到在哪裡發生過 有哪些人物出現過 有什麼事情細節發生過 有些什麼 大聲一點 你一看就看到馬利亞 是最後一節 不知道我聽了 你聽了 更厲害一點 因為我沒有聖經 沒有聖經 OK 有鞭打 穿紙袍 OK 鞭打 又穿紙袍 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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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古利內人 古利內人 我們猜他多數是黑人 看過他的名字 我們猜他多數是非洲來的 猶太信 有幾座呢 有什麼發生過 有提到的地方有多少 如果我們是追查昔日所發生的事 有發生過什麼事 大家不需要看這條字 暫時 有提過地名 或者是建築物 Landmark 有些什麼 提過什麼Landmark 郭國地 郭國他 郭國他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 郭國他 為什麼 郭國他 竹牛地 我會給大家看照片 除了郭他 之前 有哪裏提過任何地名 或者建築物的名 或者地點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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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比拉多辦公的地方 比拉多是巡婦 所以阿門 阿門 他們有叫齊了全營的兵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士兵的兵營都在那裏 就是住在衙門旁邊 或者住在衙門裏面 不會說要打電話上班 這樣才會 整個小時才回來 就在衙門那裏 所以衙門肯定是這個 VIA DOLHOSA的起點 中間還有沒有提過任何地點 這裏沒有什麼 很快就跳到各個地方 但是 肯定耶穌是經過一段路途的 釘十字架這種刑罰 大家 知道有多少嗎 十字架是一種什麼的刑罰 罰什麼人 重犯 重到怎樣 殺人 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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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普通的死刑犯 但是不是普通的死刑犯 實惡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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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羅馬帝國 你猜是哪些人才會用這種刑罰呢 你猜是哪些人才會用這種刑罰呢 羅馬帝國對立的 羅馬帝國對立的 羅馬帝國對立 就算是普通殺人犯 也用不上 為什麼羅馬帝國會想出 這麼恐怖 這麼殘忍的刑罰呢 中國人都很厲害 很殘忍的民族 寧慈處死 妇猩精怪 整個弄你不死定 寧慈的原因 為什麼寧慈是最恐怖的刑罰呢 為什麼 比起自己的死刑 不得死 因為刺你幾百刀 都不刺你重要內臟 刺你重要內臟 刺你重要內臟 ええ 那樣 開會 不要